而為了要慶祝民國100年 除了湊熱鬧參加跨年的晚會之外 有不少懷抱發財夢的民眾 當然也就是加碼來購買彩券了 台彩現在也推出了新的活動 那就是沒有中獎的彩券可千萬不要丟 因為還可以集字了以後再行抽獎 慶祝民國100年有人準備欣賞精彩的101煙火秀 也有人打算上商看日出 在彩券行前也有不少人搶著要實現發財的新年新願望 因為民國100年台彩也要加碼送出新願望 沒中獎的彩券可要收好 因為還能夠抽中東京直飛機票 集滿買彩券做公益就可以送機票 是松山道羽田的機場有一百個的名額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投出站客人都在這邊 看看你有什麼字我可以跟你做交換 所以說蠻多人的買汽油提升很多 多了一個抽獎機會會不會讓你想要買更多 會 會想買更多 不只媽媽算盤打的經營上班族也因此 吹起了一股團購買彩券的風潮 兩次撞獎機會買發財夢也買東京旅遊夢 同事間也蠻流行就是交換彩券 希望就有機會也可以從機票出去玩這樣子 就覺得百年豪雨一定要來沾一下 而且在等待跨年之前買大樂透威力彩精彩539 一次買汽油比較容易收集完成 彩券在手希望無窮迎接民國一百年 替自己創造夢想也幫幫弱勢族群 雖然新聞台北最新的報導